我们要学 祝佛如来的存心 要学诸大菩萨 不能用烦恼啊 用烦恼 这渊渊相报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那就是说 你跟他一般见识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还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那你学到哪里去了 现在这个世界 有许多致死人人 科学家 这些学家 这个国家领导人 都在那里告诉我们 和谐是今天最需要的 如果人人都念和谐 人人都走和谐 这个方向 这个世界冲突没有了 战争没有了 战争是人祸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在这个经里面 了解的 是有相当程度知道 物质的世界 跟我们自己是一体 我们的心震 我们的行为震 这个地球上 许许多的灾变 也都化解了 我们无论是 有意无意 动一个念头 无论这个念头 是善念 是悟念 要晓得 它的波动 周边发解 当然 周边地球 会对地球 产生影响 不得不好的这个念头 就会引发地球上 所以地震 水灾 风灾 这些麻烦思绪 乃至于瘟疫 一个善念 就能把这些灾难 化解 什么叫善念 什么叫悟念 有个很简单的标准 凡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悟念 凡是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的 那都是善念 你看 标准就这么简单 释迦摩尼佛一生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 是为自己的 给我们做榜样 给我们做典型 他了解的太清楚了 每一个念头 他不但对自己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这个地球负责 他对变法界 虚空界 负完全责任 这句话 我们今天肯定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读到 因陀罗王法界门 读到前面 威喜相容门 明白了 心里头 没有一个悟念 那我也 这个众生对我 我已宣恋 对他 这才能解决问题 这世尊 给我们做样子了 他老人家当年在世 毁谤他的人有啊 障碍他的人有啊 批评他的人有啊 陷害他的人也有啊 他怎么应对 在他心目当中 这些人 都是佛菩萨 都是自己的善知识 都是来考验他 你所讲的 你所学的 到底是真的吗 他真的去考验 他有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是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在戒经里面讲 有两句话 一切男子生活妇 一切女人生活妇 他真做到了 他这不是假的 不是比喻 我们知道一体的关系 这就明白了 那父母这被我们 无理这被我 我还能够怨恨他吗 不可以啊 无故加这个 这个冤枉你的时候 看你有没有德行 考考你 你说是卧义是善意 卧义善意不在别人 在自己 自己如果是善意 外面所有一切恶意 到我这都变成善意 外面人是善意 我这个心形不善 到我这都变成恶意 这种现象 在今天的社会 很普遍的 诸位细细去观察 你都能看得好清楚 只要心地清净 心地善良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自己如果遭遇到了 那你就想到释迦牟尼佛 想到祝佛如来 祝大菩萨 立刻就化解了 而且用什么心 感恩心对待 为什么用感恩心 如果他真的是善意 没有问题 如果他是不善的意思 真的有基督障碍 这种心理的话 他造了很重的业 他要躲上我道 他对我们有伤害 对他的伤害大 所以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集一切功德 要给他回向 要帮助他 消灾免难 纵然多这个卧道 少受一些苦 早一天能够离开 我们要学 祝佛如来的存心 要学诸大菩萨 不能用烦恼 用烦恼 这渊渊相报 那你就大错他错了 那就是说 你跟他一般见识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还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那你修到哪里去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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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